不如君师帮我看看 我们俩会有什么结果 怎么样 我们会不会在一起 郡主与子龙的情谊 定会长久 真的吗 那太好了 那我们俩会不会成婚 这 怎么了 是有什么意外吗 这要看郡主的心了 我的心 我的心很明确了 我日盼夜盼 就是想早日 能够嫁给子龙 郡主这个代价的心 倒是很迫切吧 那当然了 谁不想嫁给如意郎君 谁都想穿着嫁衣 坐在花轿上 这天底下 最美的事情不过于此了 我倒真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郡主想做花轿 我可以成全 你难道有什么办法 可以说服子龙跟我成亲 这 实不相瞒 其实这只是一个计策 我们有一批银两 需要送入汉中 去贿赂张鲁的手下杨松 不过 只要子龙能当新王官 我做什么都愿意 这也行 好 那我先派人入城 与杨松接触 等这批汇银 随着花轿进入城以后 就由你们负责转交了 放心吧 这个办法比上次容易多了 什么 军师要我们两个成亲 这 这不妥吧 有什么不妥的 只是掩人耳目罢了 又没让你真和我成亲 当然了 你要是想假戏真做 我也不反对 这军师 怎么老是给我出难题 你别一副很委屈的样子好不好 这个办法又不是我想的 我也在雇权大局 难道就没有其他法子 送银子进城了吗 反正以军师的智慧 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你要是有法子 你可以跟他说啊 你可千万别勉强 我可不想逼你 我看这个方法挺好的 你别再犹豫了 只不过是让你办个新郎 又不是让你真入东方 是啊 我也觉得很吃亏好吗 你觉得吃亏 可是我感觉你很开心啊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开心了 我 我两只眼睛都看到了 你 子龙 你倒是说句话呀 我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们什么都别说了 我来说 首先呢 这个马超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对付的人 其次 我们都是主公的得力助手 我们应该先把自己的利益 还有面子 抛在一边 更何况了 跟我成亲 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吗 像我这么如花似玉 貌美如花 气质温柔的女人 姑娘 你说你有气质又温柔 可是我这么感觉 一点都不像你啊 漂亮 我现在正在和子龙说很正经 很严肃的话题呢 子龙 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澄清 是吧 行 就这么做 小姐 你好漂亮啊 穿上嫁衣以后 连孝人都变得贤良淑德呢 这样用你说啊 我早就知道了 子龙呢 准备好了吗 嗯 应该快好了 小姐 你就等着当你的新娘吧 银子呢 五百两黄金 就在小姐的花椒座位下呢 走吧 成婚这事 还真让人紧张 尤其因为 新郎是子龙 嗯 嗯 嗯 赵将军你 准备好了吗 嗯 都准备好了 可是你 啊 子龙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不是马上就要走了吗 是 可是新郎不是我 不是你 那是谁啊 那是谁啊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我是你的新郎啊 我不要柳顺做新郎啊 我不要柳顺做新郎 走吧 起轿 我不上轿 我死都不上轿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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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去吧 这大家都等着呢 要是耽误了大事 可怎么办呀 什么是大事 我的幸福不是大事吗 他凭什么耍我呀 你都知道是假成亲了 这新郎是谁 又有什么关系呢 什么叫没有关系啊 你看柳顺那个样子 他跟我般配嘛 我都不相信 别人能相信吗 小姐 你坐在轿里 谁看得出来 伴不伴配啊 我求你了小姐 快回去吧 哎呀 我不管 今天就是军师来了 我也不上轿 但你凭什么这么戏弄我 我知道 小姐心里只有赵将军 而赵将军一心只有军务 他见你不肯上轿 已经穿上新郎的衣服 等你上轿了 你不肯上轿了 这么粉丝 那你怎么不肯上的 你必须你群 tiensi 这毒不肯上了 你不肯上我 我去买你的 你去你 你可以逛 эта 你为你 好 划行 走 走 别耽误了你们的吉时 是 是 是 走 驾 这个杨松他还不来 会不会他都已经反悔了 你放心吧 他那么贪 不会放着这些银子不要的 再等一等 既然军师已经派人和他联系过了 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 杨大人来了 快请进 您的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 把店看好了 不要让其他人进来 你们就是荆州派来的人 是 是 杨大人 请坐 来 杨大人 这里呢有五百两黄金 要不然您先点点 既然你们这么有诚意呢 我就不说什么客套话了 其实吧 我一直觉得和气生财嘛 何必动刀动强呢 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明白 其实吧 要我说服我们家主公 也并非男士 毕竟在张大人面前 我是个红人哪 我不是什么贪财的人 只不过这有钱好办事嘛 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非常明白 完全理解 这个马孟起啊 我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 他不过是走投无路 才投靠汉州 还真当他是什么西凉少主嘛 我早就想教训他了 灭灭他的威风 你干什么 我警告你不许动他 王岳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那马孟起 不是你们的敌人吗 杨大人 我们的意思 您应该清楚 我们只想马超 退兵加盟官 至于如何应付 我们不劳您操心 这事情啊 我会看着办的 慢着 好处你已经收下了 我们交代你的事情 你最好尽早办土 这是我的事 我想怎么处理 用你教我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 你知道我身边这一位是谁吗 不是 他是谁 与我何干呢 常山赵子罗 哎呀 赵将军 赵将军 实敬实敬 赵将军 我们会随时进程的 你的一举一动 我们都会顶着的 趁你还没有出门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赵将军您放心 小的一定竭尽全力 办妥此事 走 哎呀 恭喜张大人哪 这喜松何来呀 张大人 您立汉宁王的时机到了 此话真讲 这几日 马孟齐与刘备开战 这刘备帐下 确实有不少枉枪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刘备迟迟不肯退兵 对我可是很大的威胁呀 哎 张大人 这一战 这一战 说明刘备颇具实力 而刘备 又是大汉皇叔 您若愿与其修好 有他保障 那您必定坐稳汉宁王之位 主公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若能如此 当然很好 你可以把握叔父刘备与我交好 那马孟齐与京都军大战 各有损乡 人匹马败 我们不如就做一个顺水人情 让马超退兵佳门关 好 立即开往佳门关 让马超退兵 此战未必会输 我不能处理他 这可是主公的意思 我军如今跟着荆州军大战三天三夜 眼看胜利在望 怎能轻易退兵 你若执意要与刘备对峙 也并非不可 只是主公有三点要求 你若完成呢 便可重赏 你若完不成 便要献上自己的手机 什么条件 第一 你要夺取整个川境 第二 你要将刘章的人头取下 第三 你要将金沟军逐出川境 一抱大树 长旨就安 马孟齐 这三个条件 我看你一个也做不到 你又何必为了成这一时之英雄 搞得自己手机都不保呢 是 是 来人 将这个无理取闹的杨松 给我乱仗打出去 马超 你要干吗 马超 马超 你给我等着 马超 你给我等着 马超 你给我等着 我看 张鲁提出三个条件 分明就是在刁难我们 可如果我们不退兵的话 就连最后的依靠也没有了 大哥 大局为重啊 马超派人送来书信 答应撤兵了 我看 此事并没有那么简单 您可要小心哪 此话怎讲 此前我去加盟关 说服马超时 他的态度极为恶劣 傲慢 坚决不肯罢兵 他甚至还说 说什么 从事说来 他甚至还说主公您胆小如鼠 忌惮的刘备 而他根本不把刘备放在眼里 他果然这样说的 绝无半句虚言哪 我本耐心劝说 怎料 他却派人叫我赶了出来 现在他又说 短短时间内要退兵 这其中肯定有差呀 大人 那马超狂妄自大 且城府颇深 他此次退兵回汉中 肯定怀有一心 齐也心肯定是想将汉中 拒为己有 以作为他的立足之地呀 想到马超 当年投靠我的时候 只不过是走投无路罢了 又岂能对我忠心耿耿 他这种奸机 早让我识破了 马上派兵守住城外 我靓着马超 有天大的能耐 也休想踏入汉中半步 路 大哥 大哥 不好了 前方什么战士 张鲁派了七路人马 分手在城外 想必是杨松的奸贼出卖了我们 那 那怎么办 咱们已从加盟关撤兵 现在又不让咱们进城 这不进退两难吗 如今马孟起退兵加盟关 又被张鲁拦在城外 进退两难 现在正是招向他的好时机啊 我与马孟起交手过一次 此人性格刚烈 恐怕很难说服 不过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重情义制 这里边与马孟起最有交情的 应当求出宝月了 我怎么也听说 宝月姑娘和马超有很深的情义啊 什么听说呀 我看你早就知道了吧 上次入川遭劫粮 我看也是军师自己的安排吧 宝月姑娘 我哪有那么神通广大呀 再说了 这是一个和马超叙叙旧的好机会 你要不要担当此任呢 你说我一次建功又一次建功 这功劳大的 我都有些烦恼了 你说我要是不在 你们该怎么办呢 好吧 看在我在你们心目中 如此重要的份上 我就去劝劝马孟起 不过 劝不劝得动 我就不好说了 好 好 宝月姑娘 有你出马 他一定会同意的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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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派人前来 是谁 宝月姑娘 大发他走 大哥 您先看看是谁 再做决定吧 是你啊 是你啊 好久不见啊 晚孟起 好久不见 只是 你此次前来的目的 可是做说客 我就不能专程来看你吗 是不是上次一别之后 就对我 很是思念 没有 哎呀 也不是完全没有了 我们是好朋友嘛 孟起 你有没有想过 投靠刘皇叔 这样我们以后 就可以经常见面了 就不用再后会有期了 公孙宝月 你这是在用感情俘虏我 你是利用我 哪有啊 我只是提议罢了 决定群在你 我呢 是真心的希望 你能够投靠刘皇叔 我觉得 这才是你应该走的路 是吗 你的固执 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你固执 得理不饶人 爱臭美 都喜欢嘴上占便宜 还喜欢拒人一千里之外 还爱装潇洒 大小姐 我有你说的呢吗 你还没说完呢 别插嘴 虽然你表面上是这个样子 但是 其实你是一个很正直 善良的人 要不然你也不会多次出手相救啊 然而你的父侯 宁死也不肯追随曹操 说明他也是一个正直的人 你打心眼里 希望跟他一样吧 你应该明白 刘皇叔乃是汉氏正谱 无论对百姓还是将士 宅心仁厚 你应该追随这样的明君 以你个人的力量 你是根本为父报不了仇的 甚至还会孤立无援 陷入困境 其实我之所以不愿意 归在刘备门下 有一部分原因 是你 因为我 你该不会是因为我伤了你的心 再也不想跟我见面了吧 恰恰相反 其实我每天都想见到你 可是一想到 你对别人心有所属 你要对别的男人付出 我怕看到 我会做不到 你真的那么喜欢我 比你想象得多 对不起 我现在什么都不能答应你 可是 男儿志在私放 你不是一个没有报复的人 你不能因为我 而放弃你的报复 更何况 你还有那么多将士追随你 你真的忍心 他们处于危难之中吗 你说得对 自从我离开西凉以来 就带着一众将士 四处东奔西走 却连一个落脚的地方 都没有办法给他们 我确实很自私 你能这么想 说明你一点都不自私 只是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你还在徘徊 你不是说过 要跟我比赛吗 比谁更有耐心 好 我答应你 我们给彼此一个机会 但是 你也要答应我 先把感情的事情 放在一边 做出自己 觉得对的决定 我答应你 真的 你真的答应我了 不过我希望你此行的目的 不只是为了说服我 我还希望 你希望 我是真心实意的 想和你成为知心的朋友 也是真心实意的 想要真心你 对我的好 对吗 你怎么把聪明 全写在脸上 真是让人束手无策呀 这句话 我好像也说过是吧 你说的任何话 都在我心里 我会记住你的话 以前是 将来也是 谢谢你 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什么 算了 我还是去找赵子龙说去吧 你干什么呀 你又要去为难他 我得让赵子龙 给我妹妹 马玉柔一个交代啊 这算为难他吗 你让他给马玉柔一个交代 那我怎么办 我给你一个交代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相互给对方一个机会 只是 现在是四个人的事情 马超在哪儿啊 人在哪里啊 来偷看俺大哥 马超见过张将军 你 马蒙奇啊 俺张飞难得遇上对手 你就是龟帅俺大哥 也得与俺决战成夫 来来来来 咱们再去大战三百回合啊 一得书 我们将来都是一家人了 见到只能一直对外 宝月说得对啊 不过啊也可以把战场 放在酒桌上 正好能拼得你死我活 是吧 大哥 如今孟奇已经是咱自取人了 下蒙关的形势已经稳定了 那大哥你就派俺为先锋 知取成都 俺怕时间久了 那刘继玉都想俺了 主公 这成都还是交给我吧 你 我自带枪兵入川以来 这刘张对我十分忌惮 我有把握不费一兵一卒 便可劝服刘张投降五军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太好了 立下大功 我定重重有赏 倘若我能得了成都 我只要一个奖赏 还请主公应允 说 请主公 将那赵子龙交给我几天 我要带他到陆溪 有一些私事 多谢主公 子龙 你来了 孟奇兄 又见面来了 你们什么时候学会 用眼神谋杀对手了 说话呀 宝月 这话就不对了 既然孟奇兄 已经投靠了主公的回家 那么我和他就是同僚 不是对手 好 子龙 你可知道 我为何会来到此处 第一 我是被宝月说服 如此的话 我也可以距离他近一点 我可没有承诺你什么 以后的事情谁都不知道 子龙 你别误会啊 我 还有第二点 孟奇 我来到此处是为了你 更是为了我 更是为了我 好 我去 我去 走 来吧 好枪法 你的枪法也不烂 再来 好 好 好 我甘拜下风 好 我甘拜下风 好 子龙 军师在后方调拨粮草 不能时时参与战局谋划 张飞 马超要都各手关爱 就连整天烦得要命的公孙宝月 也放着军师镇守成都了 这回你这个先锋官可要独当一面了 此瞻 大战在即 而且光顾到益州的存亡 我们败不起啊 看来约翼百战术 又要大显神威了 战场上瞬息万变 盛与败就在轻轻之间 作为前部主将 我得时刻随着战局随机应变 报 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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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曹军先锋下后院和高则 驻扎在阳污关 他说什么 谁 高则 赵子龙速来勇武 夏侯将军千万不可小事 是 长板波之事 全凭丞相人好 不愿伤及赵云下儿的姓 这才使此数字成名 何况 此番与长板波 大王 赵子赵云是单枪匹马 而这次 是统兵作战 赵子龙 赵子龙 曾智取贵阳郡 可见他有几分统兵制裁 咱们还是小心一些为好 赵范里的紫辈 也能与我们相提兵 老将 你如此相遇 被别人应该想求了我们 这 君不是两路来犯 明日 我就出城迎战赵子龙 你 留守阳天官 以防皇冬来袭 子龙 驻守阳平关的曹君有八万人 而咱们这儿只有一万人 你说 这战该怎么打 敌众我寡 硬拼下去 毫无胜算 刚才我仔细观察 心悦语端 我料想明天 会有雾气轮召 子龙 你还会夜观天象 同兵者 不能全凭有恶 更别博讯 来 快 跟上 别让柳盛折了 追 快追 跟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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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穷空莫追 地形险要 恐怕有腹肌啊 报 赵云正帅一队人马之相 让我军后方逼近 蜀被阴敢偷袭 你们随我一同 去载了那个赵云小儿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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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云要进兵了 准备迎战 雷起战功却不进兵 这是怎么回事 末将也极为不解 原来是赵云小儿怕了夏侯将军 还没出兵就已经收兵了 赵云小儿还是要进兵 准备 将军 韩沙生不在对面 在后面 柳身又杀回来了 来得正好 看我一刀劈了他 传令下去 后队变为前队 准备迎战